哈囉大家好我是Vadjo 今天是中華民國113歲的國慶 也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第79年 同時啊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 沒有統治台灣的第75年 今天我們的總統賴清德國慶演說 又讓一堆舔共的台灣人爆氣 主動幫中共開打第一槍先槍一波 我們來看一下賴清德主要論述分了哪幾段 說了些什麼 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民族自由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2300萬台灣人民 更要向全世界開支善業迎向未來 身為總統 我的使命是維護國家生存發展 團結2300萬台灣人民 並且堅持國家主權 不容侵犯並吞 賴清德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統治過台灣 請問這一段話哪裡有問題 我看到的是一堆拿著中華民國當神主牌的 舔共人士說這是兩國論 這是承認了中共對大陸的主權 例如翁曉林之輩那些人啊 去人民大會堂跟王滬寧握手的時候 請問你是跟哪一個政府哪一個政權對話呢 那你說我只是跟共產黨 他並不是一個政府 那我想問一下共產黨跟你國民黨在大陸 在北京 誰說的話北京人民聽 誰有權利調動軍隊 誰有權利在大陸這片土地上制定憲法 你國民黨嗎還是他共產黨 如果是共產黨的話 你又不承認他是一個政府 那我請問一下你們國共不都活在自己的幻想中嗎 我想問一下你們跟王滬寧握手的時候是過哪一個國家的海關 而你們又說賴清德這些講話是在挑釁中共 那我就覺得非常奇葩啦 你們不承認中共 但你們又說賴清德在挑釁中共 這是什麼一個悖論呢 賴清德表示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屬於中國共產黨 這是在挑釁一個你認為不存在的中共 而賴清德也在演說中提到 古寧頭戰役823炮戰 甚至邀請到了古寧頭三英雄 藍綠章、王華樂、歐陽軍 這三個人帶領著唱國歌 其中的歐陽軍啊 就是當年古寧頭戰役率先向共軍開炮的戰車駕駛員 拿著中華民國當神主牌 又喜歡跟中共同一個鼻子出氣的舔共人士 這算不算是挑釁中共呢 還主動開炮啊 還邀請他們來唱國歌 算不算給中共一個挑釁 你看當年擊退你們的戰士們 在台北 你們為佔領的台灣保衛台海的安全 在唱著你們想要消滅的國歌 你們如果有種一點的話 請當這三個英雄前面嗆 你們當年這些行為是在挑釁中共 是在搞台獨 你們搞戰爭啊 人家打過來就下跪就投降 就沒有古寧頭戰役 就沒有八二三炮戰 因為你們覺得中華民國的疆域有960萬平方公里以上的領土 而且賴清德裡面的對話還講到 希望兩國兩岸是一個平等的對話 請問這個要求很過分嗎 你們都已經認為中華民國要守住台灣 我們要抵抗中共的侵略 我們是一個防守方 國民黨這些人士都認為非常困難了 戰爭一天三天拿下台灣 如果你覺得這樣都很困難的話 那你們又不承認中共在大陸的主權 又嚷嚷著要反攻 翁曉林說要反攻 但實際上沒有任何的實質行為 那防禦你們認為防不過 你們還要反攻 然後又沒有實際的行為 你心甘情願的當中共的奴才 當他的英權 而此時你又想要奴役台灣人 想要營造那種369等大一統的概念 中共為最高 你為中等 我們台灣人為最低的 你們知道這次我去美國國會 不僅美國國會對中幕僚長 還有部分的議員 還有美國國家戰略的智庫這些人 還有來參與會議的前中共官員 以及來自歐美地區 加拿大地區的一些知名的反共人士 他們這次的訴求 有一個重點 就是如何在台海衝突前瓦解中共 而瓦解中共也要避免再有另外一個極權政府 他們這次讓我最大的改觀是什麼呢? 他們這群中華人民共和國出身的人 竟然反對大一統 他們清楚的認知到 造就集權體制跟政權 大一統才是關鍵的核心 不然倒了一個大清又來一個國民黨 國民黨之後又造就了一個共產黨 而這些不外乎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大一統政府 他們又不願意執行聯邦各省各州內政獨立的制度 他們就必須要有一個槍桿子 強大的中央政府 所以這非常容易養出極權政府 以其體制 這也是中共還有中華民國國民黨大清大明 為什麼在大陸這片土地上都是這副德性 而原本想實行美國聯邦制的北洋政府卻被打倒 那二於篇幅的關係 其他地方我就不贅述了 我就拿一點 北洋政府每年都會在報章雜誌上 公開財產 公開官員的財產收入 這些就已經完勝了同時期 甚至三、四十年後的國民黨以及中共 OK 那我們接著看下去 我們大家 不論喜歡稱呼我們自己的國家 是中華民國 是台灣 還是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都要有共同的信念 我們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不變 我們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的努力不變 我們希望兩岸對等尊嚴 健康有序 對話交流的承諾不變 我們世世代代 守護民主自由生活方式 堅持不變 這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共同夢想 也是台灣社會與國際社會共同的理想 台灣人民越堅持 全球民主就越堅韌 台灣人民越堅韌 全球民主就越堅持 中華民國加油 台灣加油 不分彼此一起加油 無論是中華民國台灣還是中華民國台灣 賴清德說了這段話後面的含意是什麼 這三者無論叫哪一個 我們都是一樣的體制 公民國民都是一樣的 我們護照的實用權也是一樣的 我們納稅的政府跟福利通通都是一樣的 所以名字叫什麼合措之友 反觀啊 有人會說那我也可以因為言論自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審 這個論述就錯了 因為這一點就不符合我上面說的 體制公民護照方便程度還有納稅的政府 這全都會變 而國民黨自毀招牌 部分的人士情願淪為白手套 被中共資金給綁架 以至於立場反覆無常 常與中共同個鼻子出氣 你們在這幾年常常又在說什麼呢 民進黨台獨 又笑話民進黨不敢台獨 說得好像你們會同意民進黨真的建立台灣國一樣 而不作亂 但是在我看來的這幾年啊 大舉中華民國旗竿的 在外交上與日美印太共同抗敵的 是民進黨政府 你們不爽中華民國被拿走 民進黨喊了幾次幾年的中華民國 全部視若無睹裝瞎 自己情願淪為中共的英選 幫中共出氣 中共甚至話都還沒喊就跳出來 幫主持反駁 你們自己就已經把中華民國的招牌給丟了 又不情願被民進黨給撿走 那為什麼你們要在外交上做出這種 為了反對而反對的聲音呢 民族的夢想 曾經在熊熊戰火中被吞噬 自由的理想 常連在威權統治中被侵蝕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75年前的古陵頭戰役 66年前的823戰役 我們不分先來後到 不分族群你我 守住了台瓮金馬 守住了中華民國 45年前的美利島事件 以及前前後後一連串的民主運動 一批批同樣懷有民主夢想 自由理想的人 無謂犧牲 前撲後懼 用生命推開民主的大門 我是一個泰魯閣族的台獨 但是我非常願意 在中共倒台前 無條件的 與中華民國 站在一起 因為我們經不起內耗 我們也沒有本錢 在中共倒台之前 因為誰是台獨 誰是華獨 誰是華統 而三方分裂 所以為什麼現在大喊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 為中華民國發聲 甚至為中華民國國旗 受到打壓 而憤憤不平的人 多數是台派 甚至是台獨 因為我們心裡知道 現狀的台灣 與中華民國 在中共倒台前 非常難分割 尤其是中共 又臥榻在側的情況 這才是 務實理性科學 又不違反自己的理想 而做出一些 現實的妥協 而不是空有理想 而忽略的實際情況 導致於像國民黨 跟共產黨那樣 吃人說夢的論述 又不敢付出實踐行動 我先前非常少參與一些 台派的聚會 是因為他們認為 我是華派 甚至是一個華統派 但經過我的解釋 很多時候 並不是一步到位的 是一個過程 而我做的是在拉華派 以及台派 在中共倒台之前的團結 不要懷疑我身為一個 他有個主源住民的人 不是台獨的立場 反觀部分打著 中華民國當神主牌的人 卻為了打擊台獨 願意 與把自己打成上家權的中共 穿同一條褲子 一個鼻孔出氣 打著什麼兩岸一家親 都是中國人 到底誰的心胸更狹窄些呢? 無論是為了中華民國而戰 為了台灣而戰 或是為了身邊所愛之人而戰 為了你的親友而戰 不都是為了 不讓中共統治我們而戰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現階段 我願意無條件的 站在中華民國這裡 祝中華民國113歲生日快樂 期許未來 能有一個我們自我認同的國民 在國際上 就叫做台灣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 拜!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權代表台灣